你來我們台南 別問高雍人 問台南人說 現在 暫時不要跟韓國瑜的民調怎樣 沒有一個沒有跟你說五分天賺的 所以這個已經回不去了啦 回不去了啦 我沒有騙你啦 暫時不准怎麼做啦 他所做的就已經嚇到四年前 台北市國民黨那條路 韓國瑜今天氣勢出來 你等一下看 今天你這樣出來就對了 問號才開始他的行政的改變 但他不是去改變他的本質 他開始用他的本質 現在包括議員的選舉也好 管市長的選舉也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期待韓國瑜來騙台 為什麼大家期待 在這個報案的報章前 大家是期待韓國瑜來騙台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會發改一個 傳統的政治人物 在選民的心目中的傳統印象 我如果是成立 他如果要騙台南也說 那兩塊你本來就不是傳統政治人物 你腳下就叫韓國瑜來 但是在你的網友 你的FB裡面 所有的網友都說 你如果請他你不是蓬他不錯 你請他來啦 我們就要蓬他欺負相 你看 像我們台南的少年家的希望 他來欺負相比 這樣你看這燒度感不夠 所以不是10%啦 我坦白說 民進黨是自己 晚上在走路 本鼻子而已 他們兩個最差 走到5%來 走走到5%來 民進黨如果沒有再處理 而且是彈機麥不再繳起來 彈機麥的民調是一直在落 韓國瑜是不斷在上升 這是這點在刻意 所以對方要反叛 很困難